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兴会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任务成功秒提升 这是台湾人民 任务成功秒提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上圣生为妙华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愿解如来真实意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 所有行事同修代表 佛所说的真理 是直指人心 人的心有多大 有过去无量解来 的因因果果 佛所说的直指人心 不是只限定于我们当下的时间 而是跨越了过去生幾百年 几千年 受患的先世罪业 或是先世的功德 都会在这一生 视线 在我们的眼前和身上 这极是佛所说的真理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去换下 不好的行为思想 在当下性 我们如何不让未来的厄运发生 那我们现在就要众善因 众善因 除了日常生活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外 我们大家学艺经 做人处处可安心 大家学艺经 做事工作可信心 大家学艺经 大人小孩都聪明 大家学艺经 公司客户无期心 大家学艺经 身体健康心安宁 大家学艺经 修行道上可见性 大家学艺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 大家学艺经 国家社会定太平 这即是王产老祖 倒架持航 给我们所有维心闲事同修们 一个最好的上乘心法 尤其现在社会上生活百态都跑出来 又骗拐强打杀掠夺 这些不好习惯 社会上一直在发生 不知因果 所以 社会上一直要平静 是很困难的 因因果果果果果因因的报复行为 永远永远的不断 所以王产老祖才倒架持航 要我们学习艺经 皇万与未然 亦起无所生 比如 在前几年 台湾构地有投机公司 开始给大家利润 有甜头吃 所以我们很多信众大德 就以为说 哇 开始要发了 结果把家产变卖 丢进去了 结果全部泡汤了 泡汤之后 在法院 向告示 亲朋还有 带电带戒的 也都 一直在发生 纠纷 这是 已经种下的恶运 来生 一定 会有恶果 会发生 有如 十年前 美国 落满兄弟 到台湾到处吸金 那有一些信众大德 我 来告诉书 你们修行人 真的没有智慧 有那么好的赚的钱 你们不会赚 你们还学什么艺经呢 我说 我们朱祖藏肉 没有那个福报 可以去 赚取那些钱 你要小心 你要人家的利息 人家要你的资金 不吃手料 我用郁经 算了结果 不吃手料 这个将会 江山一片岛 到时候 这个 老百兄弟 就会 逃跑 你求救吴文 不信 时间一到 果然 闹跑了 才来埋怨 叔父没有阻挡他 我说 那是你的因果 我跟你讲 你没有办法相信 那就是你的因果 你全身一定 有导人的债 这一生 你就要还嘛 那是台湾的命 因我成功妙的生 更有的信众大头 从此开始 一败涂地 就来求助王产老祖 帮他讨回 那些债 我跟他说 王产老祖 不是讨债的公司头 你要自己吃因果 你一定有钱 有导人 难路 打劫 骗人 才会 这一生你会被骗 所以 社会上的阴阴 咸咸咸的事情太多 我们怎么样知道 那一个阴 那个国 我们凡是要用意 用意可以知天机 用意可以知吉凶 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 曾经有人问我说 师父啊 那你们什么都用意 好的的你们赚走了 坏的留给别人 我跟他说 用意 是最中道 知因已知果 没有失败的本钱 没有纠纷的本钱 已经 了了分明 我是像你现在的 与人的纠纷 那么多 你还一直在 怪在佛的身上 眼睛 师父你怎么知道 我最近 纠纷那么多 若是不知道 你不要来问我嘛 你来问我 你一定有问题吗 你的反向的反驳 太没有智慧了 所以我们做人处事一生 路不好走 此生 我们不要去换下 先世的罪业 所以罪业先生 他说我要来学义经了 他认为 学义经的人都是很自私 我说学义经的人是最慈悲的 最有爱心的 该取不该取 了了分明 你不要小看三块钱 三块钱会决定你的一生 所以我 王山老祖导教持航 以中华文化道统 7354年 文化基础 在这一生 传给大家 希望各位同修 大家要重视英国 你学义经了 做人处事可安心 你学义经了 做事工作可顺心 该做不该做 了了分明 若是你要做事要投资 挂 出来了 六窑 里面有没有财 了了分明 挂中无财 你就不要 踩进去 挂中有财 破了 表面看很好 到最后 所以很凄惨 挂中 兄弟 弄在挂中 你就是 会遇到 不可预测的 破财 耗财 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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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用意知天机 用意知其凶 王三老祖 为什么会传 义经 和佛法 佛经 佛儿为一 佛经 是告诉我们众善因 那么善因 哪一个是善因 搞不清楚 往往 左右为然 势势而非的 人世间太多太多了 曾经 我们有一位信徒 穿了一身的西装 打了 红领带 手上挂着 一个钻戒 很斯文的 来到神佛寺 跟我说 张老师 我想投资在香港 有一个金矿可以挖 可以赚钱的 我就是有赚钱的 所以有这一块金赚 我就不然用意 普挂 我说 先生啊 要注意哦 把这次砍为谁 砍为谁 砍为谁 这水中包月 哎呀老师你都挂很准 这个矿啊 就在海里面挖出来的 啊 水里面的 亮晶晶的 砍为谁嘛 六冲挂 第一是六冲 第二兄弟要此次 破财 破财 他说老师啊 你只有六冲 两冲 第二 四冲 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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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不欺忍 忍自欺呀 这是台湾的病 英国行动描底下 所以我还没有鼓励他去投资 再过了一个多月 再过了一个多月 又到新博市来了 哪一棵钻石 钻戒不见了 哪一棵钻戒不见了 写中了我夹口 那看他满脸都愁眉 他说一定要找到我 跟我们的师兄说要找到我 我问他你这钱赚多少回来 你要来布施 感谢老子 好好大哭 说他被骗了 那 钱领了 房子卖了 把谢谢钱 投资下去 听我说水中捞月 开始就毛毛了 他就到香港去 按照地址去找 那家公司 是他的亲戚所一起开的 结果 结果去了那家公司 按照住宿是一个 民宿住家 没有这个人 他才恍然大悟 中计了 财产全部都没有了 而且把亲戚朋友借钱来投进去 他也没有办法来 交代了 所以汪山老子传的疫经卦 了了分明 六冲卦 好 凡是你遇到六冲卦 大家就要停止 不要前进 不是说你指普罗 整不准 而是天机密 和你的德有关系 阿德和福有关系 所以这位先生 我跟他说 你是不是 专门在吃软饭的 出转饭的 我没有啦 我吃的饭都是 硬邦邦的 哎呦 摸摸片片 三四英国 现在夜报现前 所以汪山老鼠一直鼓励我们 有缘的人 你来学疫经 我们没有失败的本权 你有失败的本权 你的家人 没有失败的本权 没有环绕的本权 没有环绕的本权 所以由这个案例例字 我常常提醒有缘人 凡事要接瞻 好坏了了分明 再来 你要投资 好坏 要知肌 知肌 有长 有短 比如说 封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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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雷一挂 自 淫 行 美 自 貌 财 财 主生寮 是 亥月 祝日 祝日 法典 就要看 原神 亥是破 原神破了 而且日程 天 来克 人 原神 祖生寮 而且 財寮 月亮不旺 日神也不旺 谁就是管齐的 你可以做去投资 见好就收 所以我们学疫经 你可以知道自己的福报 因缘果报 若是你不懂得因缘果报 只一味的想要赚钱 那变成贪 贪一来了 接下来的苦恼就到 所以我鼓励我们所有维新地址们 把疫经修好 学好 不期待他人 然后就不会换下 三次英国的夜报 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政教 一经大学所有全市同修 我们的法文是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然后帮助他人 这三句话 道尽天机密 在20年前 有一位太太 听到我这句话 气疯疯的到全国市来 说张老师 你们太不慈悲了 把你的理论 我反对 我说你反对什么 他说你说保护自己 我这听到电视手就关掉了 我就不看了 当时我在台市播了四千多的集 他气疯疯的到全国市来 我想他就为这一句话耿耿于怀 我说这样 你下去有没有在听 没有我听说你保护自己 我就把他关掉了 很抱歉 你再看下去 所以我在玄伯市 我就把这个录影带 掉出来 播给他看 才看到说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然后可以帮助他人 作为太太 跪下来了 舒服抱歉 我误会了 所以王散老鼠 告诉我们学艺经 保护自己 不要造业 该做不该做 该投不该投 该委不该委 了了分明 不伤害他人 不要拖累他人 然后你就可以再帮助他人了 所以我希望 我们 我们各位维新弟子 同修们 我们在谈解 共修金刚经 金刚经 所告诉我们的 是三四因果的 总和 善因善暴 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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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就这一生 了了分明 事先在我们身上啊 不是不报 时间未到 善因 时间未到 到了也是会有善果 恶因 不是不报 时间到了 恶果就跑出来了 所以刚才上一节 我跟各位讲的那一位 悟风的先生 他的亲戚 在他家里吵 吵了说 我做事 你有钱你还我 我收集 不还你 污赖你 死了 干练做牛做麻 过了 一段时间 这位先生家里养一只牛 母牛 生了 一只小牛 出生的时间 刚好那一位亲戚 死的时间完全相互 他就想 这一定他的亲戚 投胎来了啦 做他家的牛 所以这只牛 长得很快 而且这位先生 他呢 他呢 就用这一只牛 认真去跟他捏残 泥田 种田 赚了钱 那一只牛 很勤奋 中午也不休息 一直拖 差点把这一位先生 拖垮了 所以这位先生 把他呢 就 有点警觉了 所以 在牛带拖 在打 都打他 一打 一边打 一边流泪 一边鼓鼓鼓的拖 种田 这次 硬了 算是英国 说 金生牛马 为何云 钱是欠债 不还人 这位先生 我一上 一面提示 让我此后 一定要注意 为人处事 应该做了 要小心 所以不是不报 时间未到 这一位我一上 他就带我去看 屋后的那一只牛 那一只牛 果然长得很壮 看到人去了 头 头滴滴的 一般牛 看到人 头都会抬起来 结果头都滴滴的 啊 这个也是英国绿的 爆和赏 的事件啊 还有 一个例子 也在我刚行道的第二年 台中县杀戮 有某一位 宫庙的修行女菩萨 她来问我 是 是奇怪她家里很不平安 我用一张卦 我跟她 菩萨 你昨天 杀了你的 母亲 来拜祖先 她没有啊 我哪有杀 祖先拜祖先 我说有啊 你昨天不是有杀了 一只母鸡吗 有啊 那母鸡就是你的 婆婆来转世的 跪下来 哭哦 哭了 说她无意 她不知道了 她是她的婆婆 来转世为鸡 所以她 杀这个鸡 来拜祖先 就等于杀祖先 败祖先 好 问我怎么办 我也没有办法 杀就杀了嘛 你骨头有 鸡 吃下去吗 用鸡头我没吃 还不错 鸡头我没吃 所以这个就换下 罪业 那么至于她的 我们婆婆 为什么会投胎 转世为鸡 家里的鸡 我就不便来 做评论 只是告诉各位 有这一回事 所以 因因果果 果果因因的问题 确实说也说不完 这一生的缘分 都有理事的因缘 曾经 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 带着一只小狗来 很可爱 在线文室开智慧 他带了抱着要我帮他一起 把小狗开智慧 我好 我跟你一起开智慧 小狗会更聪明 开智慧之后 小狗一天一天就长大了 长大了 他又带到宣伙室来玩 小狗看到我就啪 就啪上来 抱在我前面 一直 用到口亲我的 亲我的脸 亲我的脸 我问小狗 你刚才有吃蟋吗 他的主人 有啦 刚才吃蟋而已 好 这英国 到底有什么英国 也许小狗 是在感恩 帮他加持咯 他不会讲话 但是他会表达 他有时候我们一位师兄 把他的媳妇 他结婚了好多年都不生 家里养了猫 很可爱 都不生孩子 我们师兄跟他说 你们赶快生啊 不理他 把这个猫抓回去到你娘家去养 有时间再去看他 把媳妇他讲一句话 很可爱 他说公公啊 猫会忧郁症 这猫看到他 没有办法看到他会忧郁症 我们师兄 他不好意思说 孩子不生 作为公公的才会忧郁症 所以四件事 一定有因果 究竟因果是怎么样的因果 必须要有修行才能知道前因和现在的果 所以俗话说 佛家所说的 无善无恶 够谁因缘 所报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 我们修行者 要尽量 要尽量 积善因 才不会有 不会有以后的恶报 若是我们种下恶因 以后绝对会有恶报 吕报 吕报 不爽啊 好了 我们现在继续 来谈 三次因果经 而今生 诸葛为何云 即生 出去做告 做地为何云呢 而前世 皆因 骗 害 人 而今生 为之为狗 所以这一生 会脱胎 转世为猪 为狗 那么 我们大家 都有养猪 我小时候家也都有养猪 不是英国 反正 养猪可以卖一些钱来当学会嘛 我的读书 我家很穷 我爸爸妈妈 这养猪 一位养猪 所卖的钱 当我的学会 我当时很感恩 我的哥哥 兄弟 让我读书 爸爸妈妈 养猪 来让我读书 我更感恩 那一猪 用他的肉 来变卖为金钱 让我读书 让我读书 在还没有修行 之前 只知道说 养猪养鸭养鸡养狗 所以被卖金钱 不知有因 已经有果的问题 现在我知道了 我就要重新思考了啦 你们各位有养猪养狗 尽量把他租 把他养大 可以变卖金钱 因为租 钱生有欠你的钱 这一生呢 你 养大了 还给他吃 变卖金钱 还还钱生 他所欠你的债 所以因因果果的问题 一眼难尽啊 曾经我们一位信徒 对三世因果很清楚 所以他养猪了 每天在养的时候 我告诉猪啊 你钱生你欠我很多钱 所以这一生 当然我要把你养大 赶快让我能够赚钱 所以他的猪比别人 长得快 有一天 到前我是来了 跟我讲说 猪也听懂 他的话语 他很得意很高兴 我说你要小心啊 他猪欠你的钱 他现在要准备要还你嘛 让他顺其自然就好了啦 你不要说一面养一面 讨债还债 所以这位先生回去之后 他就不敢再跟猪讲说 你赶快长大 可以还我的钱 都不敢讲 结果那些猪呢 长得比原来更快 那么这个因果是怎么样呢 猪他有灵性 不是没有灵性 尤其在南投 民间 善绝禅士 有一天 我到善绝禅士 去拜佛 我那看到 里面那么多的猪 跑来跑去 我就跟哲慧法师说 哲慧法师啊 你家里的 活是怎么养那么多猪啊 他没有啊 我这里没有看到啊 我是有啦 这里面的猪很多 都在一起来这里 你要超渡他们哦 所以卓慧法师呢 他就 好了你要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刚好 南投 那个屠宰场的厂长 到那里来拜佛了 拜佛呢 我问他说 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 善绝禅士过去 那里一个屠宰场的 当厂长 我说你要超渡他们 那哦 就不理他 不理我 那我就 算了 过了 半个多月左右 那些猪 猪灵 又急着要 求度 所以我跟 卓慧法师说 赶快深谈 送经来超渡 那些猪灵 当时视为彭白贤 为县长 那屠宰场厂长呢 他回去就不理 不理善绝事 过了几天 那一位厂长突然间 没穿过 心脏没穿过 到荣种 急诊急救 后来 把心脏 开刀出来 把心脏拿出来 放在冷冻铺 放在冷冻铺 你看 你看 那他的家人 求助于善绝禅士 卓慧法师 卓慧法师 卓慧法师告诉我说 某某厂长 已经心脏 拿出来 在那里 我说你赶快 帮忙啊 那些猪 你帮忙超度 所以卓慧法师 很慈悲的 深谈 要花很多钱 卓慧法师 他没有关系 要救一个人 超度那一些猪磷 我很愿意 所以就开始深谈了 深谈 超度 那一些猪磷 那位厂长 心脏过了三天 又拿进来 装进去了 那这很奇怪的事情 那 后来 这位法师 他呢 就 请了 好几位 金刚上司 来超度 那些猪磷 正巧 啊 我到台东 敬礼小卒 啊 他呢 要盖房 盖庙 我去了 所谓法师 打电话给我 说奇怪的 啊 那一超度 啊 他那 贵呢 哪 不胜 贵不胜 我一定 那一些猪 啊 你呢 把贵抗掉 所以你贵不胜 啊 那 怎么办 我说 猪 最怕 用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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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把你的 瓦斯爐 扣掉了 让你贵就 吹不胜 这都是因因果果嘛 所以各位同修 啊 那 这个 问题 以后有机会 继续为各位来 禅节 祝福 各位 阿弥陀佛 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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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